好 在这边呢 我们要进入的是 from 49 课的第二个部分 cosine rule cost rule 我简单叫 9.1的是sine rule 9.2的是cost rule so 我们的cost rule呢 它的formula是这样的 然后它是true for both acute angle and opposite angle ok 然后在这一边呢 它的这一个formula cost rule的formula是这样的 其实很简单的 你在这一边有这一个东西 然后它要找它的那个equation的时候呢 你要记得 然后a的对面是小a b的对面是小b c的对面是小c ok 然后它们的关系是这样的 我的a的square a的square会是等于 b 然后它就叫a咯 就对面b square加c square减2bc cos a 这样 两个边gap着的角 b square加c square减2bc cos a 然后我要找b square的时候 b square对面是a跟c 所以a square加c square减2ac cos b 然后要找b square 然后要找c的时候 c square呢 c square会是等于a square加b square a square加b square减2ab 然后cos c 这样 就是你的 你的这一个这一个这一个两个边gap角 ok就是说a square加c square减2ac cos b 会是等于b的square 然后两个边gap角 a square加b square减2ab cos c 会是等于c square 两个边gap角 就是这样的一种东西 ok 所以我们在这一边 他给的formula是这样 然后你纯粹这样看的时候呢 其实你是看 其实也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说像我刚刚讲的 就是你的a square等于b square加c square减2bc cos a 然后b square a square加c square减2ac cos b 然后c square呃等于那个a square加b square减2ab cos c 然后在这一边呢 我们什么时候用cost rule呢 他有两个case用cost rule ok 我们cost rule呢 就是讲他的这个题目参在一起的时候 你要怎样确认谁用cost rule 哪里一个是要用cost rule 哪一个用sign rule 很简单的 你就是你有那一个sas 还有第二个是sss 的时候我们是用cost rule sas就是什么呢 就是两个边ok 和夹角ok 他给两个边和夹角的情况之下 我们用cost rule 他给我们三个边的边长的时候 我们也是用cost rule so在这两个case的情况之下 就是sas两个边capture 有两个边capture的角 他给你的话你就用cost rule 他给你sss 三个边的长度都给你的情况之下 你用cost rule 我们这两个case是用cost rule的 然后其他的我们都是用sign rule ok 你抓着这个原则 这样这一刻 基本上你要判断用sign rule 还是cost rule 就非常容易的 好 接着我们在这一边 我们有example part so在这个地方呢 他要我们做什么事情呢 based on 和三角形abc in the diagram below 然后resa state th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ngle b and the angle length of abc ac 是这样 verify the true of statement using the pyrobras theorem ok 好 来我们 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首先我们的 这个如果我用cost rule的话呢 他的这个cost b是这一边 所以我的对面是ac ac的square 等于 那个ab的square加 那個bc的square-2ab 然后bc 然后cost b 然后把这个搬过来 这个搬过去 所以我就由 这个absquare加bcsquare 就是ac的square 等于2ab 然后bc 然后cost b 所以我的cost b呢 会是等于 这个ab的square 然后加bc的square -ac的square over2ab 然后bc 所以bcsquare加absquare -这个 so 我们是用cost rule 这样拿到的啦 好 这个如果我们要用pydrograph theorem的话呢 刚刚这个我是用cost rule 可是事实上 他要的是用pydrograph theorem pydrograph theorem的话呢 你就在这边 你把你的ab 延长过来 这边有一个d ok 然后 嗯 好 来我们看 那个参考书给他的名字是 这边是x 这个是hide ok 然后在这一边 他这个是hide 这个是x a的对面是小ab的 对面是小bc的 对面是小c so 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们的这个三角形abc 我们看三角形abc而已啊 三角形abc 我只看三角形abc ok 就 这个是 没有bcd 这个是bcd ok 在三角形bcd里面 我们的 这个是h 这个是x 这个是a 然后 我们 就有 那个h的square 等于a的square-x的square 90度嘛 然后 我的三角形 这个 整个 acd里面 这整个三角形acd里面 cd a 这个 这个是h 这个是x加c 这个是b 我的 三角形acd里面 我的h的square等于b的square-x加c的square 然后 这个是equation1 这个是equation2 然后sub1 into2啦 ok 然后 我就有a2-x2等于b2-x加c的square x加c的square 所以在这一边呢 我从这一边 呃 继续做下去的时候 我就有a2-x2等于b2-x2 这个是x2-2xc加c2 所以它变成b2-x2加2xc-c2 然后 在这一边我就有a2-x2 然后我把我的这个-x2 我 等下 嗯 等下 我这一边我有没有做错东西呢 这个 我上面这边弄错了 这个是x加c 所以这个是加 这一边是加 ok 所以它这个是-2xc 所以我在这一边我就可以把这一些全部搬过去 所以我就有a2-x2加x2加2xc加c2 会是等于b2 ok 好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 我们就有b2等于a2加c2 然后 呃 加2xc 这一边我的-x2加x2就没有了啊 ok 好 来在这一边有一个很特别的东西是这样 我的这个呃 b2b的对面是b b的对面是b的情况之下 嗯 这一边呢我们有一个东西呢 其实是你到了那个formfy的triigo的时候 你才会学到的formfy的triigo那边 我们学到的东西是什么的 我这一个角度是角b 然后我的这一边这个我给他是角另外一个这个是他的东西呢 这一边我给他是y一样的东西 所以我的cost y呢是什么 car a per h x per a ok 然后呃我的那个cost b呢是他旁边的会是等于negative of cost y 所以他会变成negative 这个x per a ok 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原因呢 是因为你看我们如果我有cost ok 我有cost cost cost 45度的话 我拿到的是sq2 2 然后可是如果我这个是百霸减45的话呢 就是135的话呢 他会变成negative square 2 他变成negative 同样的如果我在这边cost 30 ok 我拿到的是sq2 然后 150的情况之下 他旁边的那个是negative sample 然后同样的我的cost 60 我拿到的是100 然后cost 120的情况之下 他就会变成了negative 1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的这一个我就知道我的cost b 会是等于-x per a ok 所以在这一个地方我们有这个cost b 等于-x per a 的时候 我的这个地方 我乘 我乘 等下 我我我 我除除 a 乘 呃 对啊 我乘 a 除 a 我在这一边的时候 我这一边乘 a 除 a 所以我的2x c呢 他变成什么东西呢 我的这一个2x c 他这边就很好玩了 我的这一个2x c呢 来我我还是写在这一边 我的这一个这一边 我的2x c 乘 a 除 a 他变成2x ac per a 然后我再把我的这个xt下去的时候 他变成2ac per a per x ok 然后 没有这个x per a 来不是 他这一边他这一个是2ac 然后我把我的x per a抽出来 我把我的这个x跟a抽出来 然后这样的情况之下呢 他的这一个我们知道 这一边x per a 就会变成-cost b 所以他这一个会变成-2ac cost b 所以他这一边他就会变成了b square等于a square加c square-2ac cost b 好所以通过这一边的时候呢 那就就是我们刚刚的这一种东西咯 所以他就可以这样重新排列 把这个翻过去这个翻过来 所以他就会变成了那个什么 2ac cos b 等于a square加c square-b square 然后你的那一个啊 cos b 就会是等于a square加c square-b square over 2ac 所以他就是那一个 呃bc的square加ab的square-ac的square over 2bc 然后ab这样 ok 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东西啦 呃ab加bc 嗯-ac square 好就是这样 so这个他是proof这个equation的 so如果 呃 你不明白我在讲什么的话 你去看回我的录影 然后看多几遍 然后还是不明白的话呢 不用担心啦 因为so far sbm是没有出过这种proof的题目的啦 ok 好来 接着我们再来看b的soft triangle involve the cost rule 然后他是two side and one include angle unknown 这个是sas three side unknown sss 所以记得我们只有两种case ok 就是这两种case 就是sas跟sss的时候 我们是用cost rule 剩下的我们都是用sine rule so在这一边 他的题目给我们什么东西 他告诉我 叫q是105度 p是7.2 然后r是8.3 然后他要找q 所以我在这边对面 这一个 所以我的q的square 等于7.2的square 加8.3的square -2挂胡7.2 然后8.3 然后cost 105度 ok 你不用管他的度数什么 你直接这样写就可以了 所以你的这一边 你就直接按计算机 7.2square 加8.3square 然后再减2乘 7.2乘8.3 然后cost 105 我拿到的答案是151.66 ok 所以这一个是151.66 好 呃 4 6.664 好 然后我的q呢 会是square root 151.66 4 05 ok 然后我在这一边 我其实直接square root answer 就可以了 ok 所以我的q呢 就会是拿到 那一个12.32cm 12.32cm 就是这样 好 来 接着我们 再来看 example 12.32 12.32 12.32 对 然后接着我们再来看example 10 ok so 在这一边呢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我的刚刚的这个example9 它是属于side angle side 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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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s 所以这个是sas的case case 来的 ok 然后接着呢 我们这一个他是属于side side side 编编编的题目 所以也是用cost rule 他告诉我这个是9.57.86 他要找角V 所以角V的情况之下呢 你就对面的square ok 所以我在这一边 我就有 那一个 6square等于7.8的square加9.5的square 减2乘7.8 9.5 cost v 然后在这一边我把这个搬过来 这个搬过去的时候 我的cost b呢 会是等于7.8的square加9.5的square 减6的square over 2挂弧7.8 然后9.5 ok有一些老师他会教他的学生奖备呢 就是直接 呃7.8 square加9.5 square 减6 square 然后下面除2挂弧7.8 9.5 这样 呃对我来讲是需要背多一个formula 啦 我自己本身呢 还是会 stick to cost rule 一个formula 然后我这一边用我心算的方式搬过来了 搬过来了 搬过来了 加边减 减边加 然后过后我再把这个除下去啊 我我我我是 我习惯是这样做写多一行 有一些老师他可以让他的学生直接这样写 可是我自己本身不喜欢 因为这样直接这样写的话呢 感觉上需要背多一个formula的感觉啦 其实也不难啦 就你你要找这个角的时候 左边square加右边square-对面square 除2左边右边 这样也是可以啦 但是我自己本身不喜欢 所以7.8square加9.5square-6square 然后2乘7.8乘9.5 ok 所以我拿到是0.7765 所以我在这一边 我的b呢 就会是等于那个art cost 0.7766 所以我在这一边我就有shift cost answer 这样 所以我拿到的是39 所以我的这个角v 会是等于那个39.05度 好 好 接着我们再来看example 那个 呃 我们接着看example11 ok 好 来 在这一边呢 他是 呃 这一个 他要我们找叫q 还有叫r so 叫q的情况之下呢 我们用cost rule ok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 对面 17的square等于9square加10square-2 9 10 然后cost q 所以我的cost q 会是等于9square加10square-17的 square 除2乘9 然后再乘10 所以我在这一边 我这一个就有9square加10square-17的square 然后2乘9 然后2乘9乘10的情况 我拿到的是-0.6 so 我的这个cost wise是-0.6 所以我的这个q呢 会是等于up cost shift cost -0.6 ok cost很好玩的 一样东西就是 你的那一个acute angle offset angle 他可以直接出来给你的 他不像sign rule的 那个offset angle 他还要 呃用180件 cost rule他直接 他大过90的 他就出来就是大过90 他这边-0.6 他直接出来的就是126 所以他这个126.8 然后接着呢 我这个是126.9 我要找找R的时候 我有两种做法 一种做法呢 是我再多一次cost rule 但是我自己本身是不做这样的事情 啦 我用sign rule ok so我的sign rule的情况之下是怎样呢 ok 我的sign R除 对面除对面除10 等于sign126.9 除17 所以我在这一边 我就可以拿到我的sign R等于sign126.9除17乘10 所以我就可以找到我的sign R等于这一个是 呃sign126.9 ok 他是sign126.9 然后除17 然后再乘10 所以我拿到答案是这样 0.4多 然后在这一边呢 我们要知道我的R呢 他一定是acute angle的 他这一个一定是小过90度了 为什么呢 因为这边已经是120多了嘛 ok 他这个再超过90的话就超过180了啊 所以我的这一个是acute 0.4704 所以我在这一边我就有shift sine answer 然后拿到的是28.06度 所以我的R是28.06度 就是这样啦 ok 好 好 在这一边我们看参考书 参考书B的部分 他是用那个cost roof ok 然后 呃 他的答案是28.07 我拿到的是28.06 然后基本上这种小数点 后面相差一点点是能够接受的 通常老师都不会因为你这个相差 0.01在那边而扣你分数了 然后我的答案跟他这边差 他用sine rules 我也用sine rules 我拿到的答案不一样的原因 是因为他这边是用126.87 我是直接126.9啊 在这边这一个是用126.9 我直接进位了 ok 好 因为正常的情况之下呢 你写4significant figure就够了 ok 好 好 好 接着我们看第12题的应用题 他叫我们找de的长度 de的长度 首先呢 这一边呢 他这样复杂 ok 他要找de呢 肯定不是从de的那个三角形那边开始 因为de的那个三角形 我们只有一个information而已 所以我们正常的情况之下呢 我们一定要有三个imple 我们才能够做 然后这一边是90度 旁边也会是90度 所以我的be这一边 这个是一个直角三角形 所以我的这个be是读书于短的 所以我的be等于square root of 12的square 减10的square 所以我在这一边我就有square root of 12的square 减10的square 然后拿到的是这样 2square root 11 我喜欢写成2square root 11啦 这样不用写这样多小数点 然后过后呢 这一边 这一个又是一个直角三角形 我们这一边也是另外一个直角三角形 ok 然后在这个直角三角形里面呢 ok 我的ec是属于ce 一是属于长的 然后它就会变成了 那一个square root of 4的square 加2square root 11的square 所以我在计算机这一边 就直接square root 4的square 加挂弧2square root 11的square 然后它变成2square 15 so这个变成2square 15 2square 15 然后刚才这个是2square 11 然后这个是in三角形abe 然后这个是in三角形bce 好 然后这样的情况之下 这个2square 15 好我就已经有它的第一个info 就是说这一个 这一个两个info了咯 我需要三个info 然后我们知道 就是说在这一边 这一个跟这一个平行 然后这样这一个角度 这一边它就会变成 这一个加这个等于百把 ok 等下我看一下 好在这一边呢 我们找出这个角度 然后我知道 这两个加起来 会是等于百八度 ok 然后我这一边 我就给它x y z ok ok 我要找我的x的时候呢 我们 在这一边 我的这个tangent 我这一边 这个 这个x的部分 这个是hypoteners 这个是adjacent k 所以我的cost k cost x等于10 12 所有的x等于 upcost 12 然后我在这一边 我的y的这个部分 y y y 是这个部分而已啊 y 是这一边啊 y 呃 opposite adjacent oa tangent 所以我在这一边 我就有tangent y 等于 2square 11 所以我的y 等于 up tangent 2square 11 所以我在这一边的时候 之后我这一个我就有shift cost 然后 呃 10 12 ok 然后我拿到的会是等于这样 这个是33.56度 然后 这个呢是 shift tangent 然后 2square 11 不是 所以 这个会是等于那一个58.91度 我们知道 因为那一个什么 x加y加z ok 会是等于180度 因为它们平行 然后它是interior angle 所以我的这个z的这个角度呢 会是等于180度 2 减掉x 33.56 减掉x 再减掉y 58.91 所以我在这一边我就有180-33.56-58.91 所以我拿到的是这个87.53度87.53度 所以我在这一边我有87.53度的时候 我的 d1的square 等于 那个6的square加2square15的square 然后 -2 6 2square15 然后 cos 87.53度 ok 这一边 我这个z 我拿到87.53度 ok 好 所以 这样的情况 我们就可以拿到这个 这个 等于 呃 6的square 加 挂弧 2square15 的square -2 6 2square15 然后 cos 87.53 嗯 91点多 ok 91.99 所以我的d1等于square of 91.99 所以我在这一边 square answer 然后拿到是 9.591 所以它是9.591 cm 好 就是这样 好 这一题呢 它的 结合了很多东西 首先它结合了这一个 这一边的 这一个呢 是属于 form1 chapter13 Tidobler's theorem 然后这一边呢 这个是triigo的咯 triigo的咯 然后 在这一个地方呢 它这个是hulu view 因为它平行嘛 这样 平行 这样这一边平行 所以这个角度加这个角度 会是等于180度 ok 然后我以前有教我form1的那个学生啊 的一招打天下 就是说 你把这一条线 延长 ok 你把这一条线延长 你把这条线延长的话呢 它会变成怎样呢 你把这条线延长了 ok 这样这一个是x吗 这样它这一边平行啊 所以这个也是x啊 我就一招打天下x加y加z等于180度 不过这样也是可以的一种方式啦 ok 不过正常的情况之下呢 我们是用hulu view 就里面两个加起来180 ok 可是我现在是用hulu f 然后corresponding angle 两个都是x这样 ok 所以这一个是属于parallel的 这一个form1 chapter8的东西来的 所以你这一题它又有cost loop 所以它不只是sign rule cost loop之外 它还需要到你的那一些 呃 form1,form2,form3的基础 ok 好 所以9.591 我们的答案是正确的 然后接着我们再来看example13 ok example13 它要我们找distance of 那一个ab ok oh 好 它题目很长 可是它出来的那个答案是很短的 那 来 在这一边 他ab 是end point of a piece of land an observer at position c measure the distance from c to a 是96米 c to b 是123米 然后它的角度of a c b 是51.4度 ok 然后它要你找distance of a b 这样 这个 其实就是一个什么三角形来的嘛 这边是这样的一个三角形嘛 所以我这一边我这个是a b c c 这个是96 这个123 然后这个是51.4度 然后我们要找的是a b 所以 这个呢 它就直接用cost rule了咯 我的ab的square 等于96的square加123的square-2乘96 然后123 然后cost51.4 两个边gap 所以我在这一边 我的这个是96的square加123的square-2乘96乘123 然后cost51.4 ok 然后我拿到答案是这样 哇好大的一个号码 什么 9611.4594 所以我的ab 会是等于square-2 这个9611.4594 所以我这一边我就square-2 然后就讲98.04 所以它答案是98.04 米 所以它答案是98.04米 好 so 我们把cost rule的example都讲完了 然后try this 9.2的我另外的影片再来讨论